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准备了想给你看一下我的梦 这里呢有一个绒布袋 里面我会装一个黑色的信封 这个信封里呢就是我昨天梦的内容 我等一下会给你看 然后除了这些呢 里面还会有一些 嗯 目的的骰子 你会发现每一个骰子的图形是不一样的 但是每一颗又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昨天梦的内容 好 接下来我请你呢帮我把这些 不一样的骰子放到袋子里面 然后把它彻底的打乱寄进 弄得越乱越好 把它放进去就可以 就把它摇得特别乱 好 接下来是你冲回来把它打乱了对吧 对 那么接下来我希望你从里面随便的拿出三颗扇子 好 但是这一切要在你不看的情况下随机的拿出三颗就可以 好 对 你可以在里面进行挑选 随便拿出三个就可以 你有很多种可能性去拿到任意的三颗 好 我们来看你拿到三颗是什么 是圆圈 五角形跟爱心对吧 你可以可能会拿到什么四边形 就是正方形 三角形 但是你去最后选择这三颗对吧 好 接下来我希望你把它在手里再打乱 然后随便的拿出一颗放到桌子上 随便拿出一颗是不是 OK 手里还有两颗 再随便的拿出一颗放在这边 OK 你从中随便的随机拿出三颗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然后又从手里随便拿出了五角形跟圆圈 所以你手里还剩一颗是什么 是爱心对吧 对 经过你的自己随机的选择和你不知道情况下的选择 留待了爱心在你的手里 如果我说昨天我就做梦梦的 你最后会把爱心放在手里 会不会很神奇 好 你可以先把爱心放在这 好 这是我的信封 最后你留在手里的是爱心 而我在信封提前呢就做了一些准备 我装了一张卡片 就是爱心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因为你会觉得里面有很多卡片 对吧 其实是的 但是不好意思 第二张也是爱心 第三张还是爱心 还有最后一张也是爱心 信封是完全是空的 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会有一个更神奇的事情发生 我昨天梦到你不光光是特意选择了爱心的在手里 我还预测到了你会选择一个这样五角性爱心跟圆圈的顺序 摆在左边上面 这一切都是随即发生的可能 它们的顺序 再加上之前的三个会有很多种 但你唯独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而我西方的背面 刚好就是匹配了一切的顺序 好谢谢 这就是我昨天的梦